好 有些時候對我們來講 某些話根本就是 踢到一個小石頭而已 可是對不同的人來講 那個不是小石頭 那是地雷 地雷是什麼意思 就是會爆炸 OK 所以有時候你覺得 對你來講是一杯水的力量 對另外一個人來講 可能是一個大海浪 所以我覺得這有時候是很難拿捏 像你不是就曾經在節目說 人家人妖嗎 這個有時候真的很難拿捏 有一陣子節目很難 這還很難拿捏嗎 講人家人妖 我跟你講 真的很難拿捏 就是因為人妖這個詞 後來也被普遍化了 因為有一陣子我們綜藝節目 經常喜歡邀請反串秀 反串秀的人也不允許你叫人妖 以前我們有時候覺得 有時候態度會比較輕浮一點 說你們當人妖 你是不是喜歡打排球 為什麼 因為講這個 人妖排球 所以才會用到這個詞 然後錄安穎以後 他們人妖的 不是這樣 反串秀的頭 藝術總監就來跟我溝通 他說那個玉琳兄 以後能不能盡量不要用人妖兩個字 我們是反串秀的藝術工作者 我們是人 不是妖 因為人妖這兩個字 上面那個字沒問題 但下面那個字就有一個 很強大的一個貶抑的含意 演藝圈經常這種地雷很多 有些時候像我們剛剛在講 所謂同字的問題 有的時候我們在講話的時候 喜歡脫口而出 比方說你講同字可能沒問題 講Gay也還好 但很多人是習慣成自然 喜歡再去帶一句說 加一個臭 加一個死 那個出去的排山倒海的力量 就很強大 演藝圈有沒有誰的地雷是誰 比如說康康的地雷就是那個誰 那個毛毛 真的嗎 對 毛毛的地雷是李靖良 李靖良的地雷又是毛毛 所以他們是一個Psycho 放打老鼠 老鼠寄屍蟲 所以這三個人在一起 你只要提起其中一個人 然後就會開始罵他一個 對 然後像吳宗憲的地雷就是黃安 不要在他面前講黃安好 真的喔 可是黃安不是要跟他和解嗎 問題是憲哥不接受 憲哥不能講黃安 在黃安面前不能講徐乃玲的好 在徐乃玲面前不能講鄭鴻儀的好 所以他又是一個Psycho 在我面前不能講黑心商品 可是有很多時候 其實地雷不見得是講錯話 而是你怎麼可以把真話講出來 就是他自己心裡認為的真話 像我就想到說 我生平唯一一次去打人家一巴掌 是一個前男友 因為大家吵架吵得非常生氣的說 他竟然罵我兩個字 賤禍 因為他後來我知道 他是找不到詞好罵了 他就衝口而出賤禍 我就啪打他去 我沒有打過人家巴掌 之後也沒有 史無千利的 然後我就啪摔上去 我自己嚇到 因為打人家巴掌的那種滋味 跟第一次殺人一樣 但是會嚇到 然後我就想說我為什麼那麼氣 因為全世界就有 他沒資格講我這兩個字 為什麼 因為他比你還賤 是 因為他有老婆 他造成我 是我心裡覺得說 在當下我的地位是個賤禍 所以我後來才反省自己說 為什麼會氣成那樣子 因為他有可能會被大老婆罵 罵這兩個字對不對 對 所以我們自認為說 舊的所以你是第三者 對 那個時候會有這種弱點 就他是我自己認為自己是很糟的一面 他怎麼可以從那個人嘴巴講出來 他說中了 你做第三者 其實你內心是很 已經很罪惡感 竟然是那個造成我 因為他沒告訴我 他還有老婆嗎 剛開始 所以是他來講 所以是你不知道 後來知道了 我是被他害得變成這個賤禍 所以我就啪一巴掌過去 氣到那種地步 這種地雷就是 他講的這句話 不光是影響別人對我的看法 連我自己對自己的評價 那個至尊 都受到很大的傷害 而且最重要的是 常常運氣地雷就是這種 最重要的是我們本來就知道 可是你不能說出來這樣子 就好像說很多人 有人講說那種水仙的情節 所以他其實是禿頭 但是他比不帶假髮 你把他假髮掀起來 那不得了 嚴重的傷害到他的至尊為什麼 因為他很可能看鏡子的時候 他都希望自己是一個很好的 難怪那個邱翼會棄成那樣 對 為什麼我們會 沒有啦 你說吳宗憲的地雷是黃安 對 黃安的地雷是 許乃琳 許乃琳 許乃琳的地雷是你 你今天跟他說的主持人而已 另外一個主持人的地雷是誰 另外一個主持人 還要做漁美人啊 漁美人 還好 漁美人還好啦 漁美人不跟人家結怨的 漁美人地雷喔 因為地雷很高層 講得很好奇喔 呂秀蓮啦 喔 還好啦 OK啦 OK 是他不喜歡我吧 他不喜歡忍者 可是我覺得 還不喜歡同意券 我常常看美人姐的反應 有時候他被來賓或是被你虧 美人姐都這樣 哈哈哈哈 一笑帶自己過去 哎唷 潘醫師 這位精神科醫師不可以講 我們講的可都是事實 你看他現在也是 你看嘛 他就會講 哈哈哈哈 我們講事實 OK的 那人為什麼會 什麼樣的個性 或者說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兩個問題 一個 怎麼拆除地雷 第二個 怎麼不雷的 對不對 你為什麼 把人家折毛了 這個很 有時候會對心 誒 故意要把人家折毛 有時候很爽 他覺得他一定討厭他 你會覺得很爽 對啊 沒有 他在談判邏輯上 是有好處的 其實所謂的GoShare以前 有時候在商業談判上 你會刻意去進辦別的 你又沒什麼水準才講英文 真的 對不起沒水準 在所謂的協商上面 你意思是說要壓低對方的氣勢 沒有 要讓他因為覺得失態 然後他就會覺得有一個罪惡感 說我今天竟然在一個 會議裡面失態了 然後你之後跟他殺價 或是討論什麼 有他的領先優勢在 所以在會議協商的一個技巧裡面 有一個方式是故意惹怒別人 因為他假如一旦失態 就失去了跟你對談話的 對 這是一個好的技巧 那就是談判 可是我現在要問了說 我們在人 我們在整個成長的過程裡面 我們是怎麼布那個雷的 就是說那個怎麼會 這個也是地雷 那個也是地雷 這個地雷是什麼時候形成的 我們自己知道 這個怎麼踩到這個我們就很痛 我們有沒有辦法解除這個地雷 比方說在我的面前你就講 今天買這個真的是黑性商品 滿刺激的 那不就是布雷了嗎 這個雷 我們講雷就是一個爆炸的狀況 其實他就是我們講 之前有一部電影 那個抓狂管訓班 Anger management或是Anger control 所謂的Anger就是憤怒 人都有那種理智線斷掉的時候 你是一點 我是一點 只要那個點激到了 我的理智就會斷掉 我會做出完全平常 跟我這個人 本來也許很溫溫如雅 如雅 但是你講那句話我會雅滾 我可能會跟你打架 很多人大概每一個人都有類似這樣的點 那有的人就是常常會動怒 那就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那種人就是像那個電影裡面那樣 要學Anger management 就是抓狂管訓 要控管 我知道很多夫妻是這樣 雙方兩個相處沒有問題 可是提到彼此的家人 那就是地雷 對 家人 雙方彼此的原生家庭的家人 你媽媽 我媽媽 這樣一講 只要這三個一聽很像 或者是批評 說你爸爸就是死要錢 等等的 你跟你媽長得一模一樣 其實有時候我們會為自己家人的行為 感覺理虧 可是對方不能講 你知道嗎 我已經自己覺得理虧 可是對方再一講 我們馬上就會用那種 我們的理虧馬上就變得憤怒 我們就忘記我們理虧 是這樣嗎 這是一種轉移嗎 幹小當時有去 我是很丟臉 但是你這樣講我實在是受不了 我就故意跟你發飆 介於掩飾我那個困窘 在我的觀察裡面 幾乎80%的抓狂都是因為我自己 因為不喜歡我自己的人 越容易被激怒這樣 因為心裡有很多疙瘩 譬如說自己本身對自己的自我認同是 不喜歡 其實還有一種地人 比方說像我這種人 是什麼地人呢 就是說 本來我是今天下班以後 雖然很累 可是我心甘情願要脫地板 水也準備好囉 抹布也準備好囉 結果回來老婆說 你去把那個 地板那麼髒 多久沒抹了 你去把地板抹一抹 然後這個時候你就踩到我爹 這時候我就會怎樣 我就偏偏不抹 你也很冷靜 你覺得沒有人人的尊嚴嗎 傷到你的尊嚴 不是 你不覺得嗎 你本來要做功課的 對不對 你想要讀這一科 你都不讀書 這個時候你就不想讀 他這個意思我懂 有時候我們儲心機率要去幫 我們的女朋友準備生日 就給他意外的驚喜 然後就開始偷偷摸摸在喬一些事情 結果女朋友問到你說 算了啦 你這種男人不懂 不可能啦 今天我也是一個人過啦 我本來已經卡要刷下去 要買那個包了你知道嗎 沒有啦 還丟著啦 我們都不喜歡說 自己做的事是人家指使的 像你那個例子我好有感受 因為小時候去練鋼琴 想說玩夠了 公開寫好我要去練鋼琴 很開心的走到鋼琴那邊 我媽就殺過來說 你都不願意我會說 你又不願意我不會讓你學 停了 我不練 我現在如果坐下來練 是你罵我我才練 對 他壓迫你你才練的 我才不要在那個時間點來練 我就走開了 我本來是正要練的 就是那種心情對不對 那就是你的地雷對不對 對對對 你也是 我也是啊 來我們先去 本來是我們青江警官的 很開心要做事 變成人幫我們罵我們做的 對 對 對 Yeah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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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